凤彤雕老師 佛美文綱 我是аты tandem surrender 一inci艙 美文綱 五好 我向敏山的命令 跟大家報告說 這頭ID 我們真的有用過 在美國 我印證 来这里给大家印证 就是说 我首先说 在2008年2月成立的时候 台湾民政府 它是军纪万国公法 建政法 在台湾的台北省力 而且 在民生北路公务人员训练中心 那里成立 再来 虽然在2008年4月25日 专业代表台肺症 完完落幕 也是在台北基盤 那2010年 2002年7月催施的时候 台湾民政府接受 美国的邀请 在美国华盛顿DC 设立一个办事处 我待会放一堆压片 给大家看 我们的办公室的总控 因为我 秘书长说 一定要放给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待会放给大家看 给大家印证 我们真的在那里有一个办公室 再来 2010年9月催白的时候 华盛顿市集酒会 我们办第一变的集会 第一变的集会 那变那时候 台湾民政府的法理宣言 还没成立 所以季工很少的 但是那时候没露营设备 没带去 台湾民政府这边 有派十几个人参加 美国那边关元 有七十几个 因为我们都没露营设备 所以那时候 美方有种露营带 给我们秘书长 秘书长有Copy一张 Copy几十个 季工认购 那时候我们都有认购一些 那时候我们的书库 那时候还有一些 如果有幸福 你可以参加看看 2013年那是第二次 这不对 我们第一届法理学院 是这个错 2011年 2011年1月16号 我们第一届法理学院正式成立 一直到现在已经三年了 美国因为我们三年 里面将近四千个人 三千多个人 所以美方 他在日本邀请 我们去那办酒会 所以在三年后 2013年9月找人 我们在港湾港 四季酒店 我们办第二次的酒会 第二次台湾民政府 在那办的酒会 当然我们有一个缩急 我们的缩急 就是 就是我们的曾根主席 给我们发表一个演说 我等一下简单跟大家介绍 曾根主席 在那发表什么样的演说 然后我直接给大家报告 最重要的这点 本来我们是按差不多十八的人去就好了 结果想不到报名截止的时候 有三十几个人 三十几个人 后来美方就说 哇这些人 大家都很想要去 不可以删掉 任何一个人都很重要 所以就说好 三十几个都总给我们去 他就想办法 建国去买旗票 因为这样 我们分做两队 第一队 潘信心副主席 他就带十八的人 为台湾 背到东京 然后东京背到 那个 底特律 底特律 还有为 底特律背到雷根机场 第二队十二的人 十二的人就是我 夫人 潘梁凡副主席 我们在第二队 我们为台湾 逃云 背到东京 为东京 还有背到亚特兰党 还有为亚特兰党 背到雷根机场 因为我是 本人是参加第二队 所以我直接 给大家 报告第二队的 一些趣闻 秘书官交代我一定要讲 有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不好意思 再讲一次 因为我们 我们背到冬京 大家都一起 坐飞机 坐到东京 跟冬京 分成两队出去 分成两队 我第二队 我差不多 在九点八节 外团出发九点五 到冬京 到十二点五 在等到三四点的时候 然后很顺利的 坐上 亚美航空航机 坐到亚特兰党 当我们坐十几点 到亚特兰党的时候 在亚特兰党的大厂 看到 海关的大厂 几个人 一两百 两三百 摆很多 摆很多厂 摆几个厂 几个厂 后来 我们的佛人机 四十几分就要背了 要等到 这些人 等到我们可以过海关 一定要一两点正义 那种佛人机就背了 就没办法了 后来 夫人就说 不然我们想办法 看到有什么快速通关 因为潘梁华副主席 他身份上 刚才有一个邀请函 邀请函是他保管的 然后我们就在参照 没有伺候吗 用邀请函 机票 还有我们的身份证 我们这张身份证伺 伺候说 美国海关要让我们过吗 我们就拜托夫人 去跟海关沟通 他去跟海关沟通的时候 没有到十分钟 夫人就来把我们握手 说快点快点 美国海关要从旁边开一个 海关的关口让我们过 我们十月听着很高兴 十多分钟 外交能力也很强 十几分钟就能让我们开一个海关关口 让我们十二个人特别通关 你看美国 如果说中华民国 可能他也没有这个能力 然后我们真的很顺利 我们的副议长也很敢证明 他跟我们港队的 真的我们十二个人 他都贪问就没问 大家就说 我们出门 我们要出国一定都带这张 十二个人都带出来 都准备变变 结果看过看过 都贪问就没问 我直接就是 美国海关要一定要印证 这件事我们是这样经历过的 真的说 拿这张我们的ID 还有机票 还有我们的邀请 真的让我们通关过 后来我们去到 我们去到 华盛顿DC的时候 我也有去参观博物馆 也有去参观NASA 我们两空的时间 有去参观这些地方 在美国参观他们的博物馆 或者他们的一些公共的 那个展览的都不用钱 但是就是一定要有证明 身份证明 我也是都用这张 真的通通可以过 所以你不要去参观 如果你们出国 你如果出国去 如果你拿你的中博物馆 他如果找你的麻烦的时候 你这张又把它做回把它放下去 一定他不会找你 让很快让你通过 因为我给了一个朋友 他就是要去美国的时候 第一边只拿那个 中博物馆的博物馆 结果他就 一直在他问事情 问到一大堆 第二边 后来我就叫他来逛 他去参观看了 结果他就把这张放在博物馆 做过 没有就给过了 所以大家可以参观看 我们这张付账 是不是真的 路口的人都说 我们是自己赢的 但是秘书人说 他会给我们证明 这张是真的美国给我们做的 不相信你们企划 你如果出国的时候 你就企划说 如果你被找麻烦 你这张再拿出来 他就不会找你麻烦了 这些是要跟大家说 只要是印证这一件事 最重要的这个 再来要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 这次我们曾根主席 在那 给我们发表演说 这个可以跳过去 应该网络都有 我快速跳过 电脑可以直接给我跳过去吗 在那办酒会的状况 对 这些 我要给大家说 这个就是 我们第二天 就会第一天办完完 第二天 我们就去参观我们办公室 我们办公室 以前我们都在纸面上 说台湾民政府接受美国 在华盛顿DC 设立一个办事处 那时候都在纸面上看 我现在要给大家看 这是真的 我们去那的时候 我们都拍照回来 给大家看 不是只有 说公主席 就是坐下 真的印证 照片印证 这一栋大楼 就是美国联邦大楼 它的编号是 1250编号 那时候 以前的一些通信 因为我们 华盛顿DC 它是一个16公里 零行的一个地方 它没有落楼 它是 因为美国最重要的 一些政府机构 都在16公里的这个地方 所以你用走都不说多少 因为我们的饭店 走到那里 也要二十几分 因为美国 街灵车很贵 有什么可以走都 尽量用走 也要迅速运动 所以 一些通信就早上去 他们就先去拍照 这栋楼 它桌上有两个所谓 所谓都去穿的 所以 我们在这栋楼的时候 刚开始 当然是夫人跟 主席都先去 去跟他们的 所谓先沟通 先去门开好了 我们的办公室的门开好了 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要 这张都拿出来 交给第一个所谓 所谓就 日米check 确定没有问题 每个人 你看 我们这里每个人 都掘一个牌子 那牌子 到第二关的时候 他就牌子 我都掘在他身上 然后第二关 他就来抄行鞋 你看你有带牡去 抄了没问题 他就给你 然后我们才会 坐电梯 到我们的办公室 然后 那个办公室的时候 因为 我们的办公室 都很小间 一间小间而已 但是每一楼 都有一个会议室 你如果 有需要 国家 你有需要就业会议室 你都可以 可以就业会议室用 所以这就是 我们在会议室里面的状况 我们去的时候 因为办公室很小间 一次没看到 全部的人都在 然后我们就 轮流进去 参观我们的办公室 而且会议室里面 在那的时候 大家就在那 在那闲聊 这是政治到我说 他就很欢迎 他说 他吃了这么多会 还会对我们 到我们大家做会 其实是他带我去 不要说他带我 他带我去 去美国参观 参观 去美国参观 这个酒会 第一边的酒会 他也有参加 第二边也有参加 可能只有他 参加两次 只有他 我们都是第一次 第一次参加的 然后这就是 我们办公室里面的 再来这地方清澈 台湾平民政府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处 这是真的 不是用嘴说的而已 真的 我们只要有设一个办事处 美国 他如果跟君寺 担了人的地方 他一定 邀请这个国家 去他们的 这个联邦大楼 设一个办事处 就是美方如果有 重要事情的时候 他会跟这个办事处 这个代表人 联络了 他跟联络回他们的国家 你不要看这间小小间 我去的时候 对面 办公刚开门 我看 他比我们更小的间 我们这一间 算大间的 但是只够 也是这样子而已 只够一次 可以 我就三个人这边而已 所以你看 我们大家可以去 很高兴 所以我们就 每个人进去都去拍照 一定都拍照留念 大家高兴到 在那里想回来 很高兴 因为一次去 要坐几十点钟的 夫人家 还花十多万 这可能往路 可以看越多了 我 要让大家看一个外观 这是联邦大楼 从业组长 对面 协议一些 这种大楼 就是 因为美国 和军事 占领的国家 他都会在那 设计一个办事处 为什么他不叫民进党 又不叫国民党 是怎么叫我们 因为 由我们的领导人 林志森博士 所抓到的团体 去告美国 美国法院的判决 他们的政府机构 要帮助 这一个团体 来走政治这一条路 要怎么走 因为我们将来 也要建立台湾人将来 建立过自己的国家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走这条路 照说 蒋介石集团来 宣援台湾的时候 他要把我们六百万人 我说的是 1945年 那个时候 六百万人成立一个 平民政府 然后蒋介石集团 他要选去 是他们六十万人 自己去选就好了 我们六百万人 选自己的 疑问还是领导人 他们六十万人 要去选自己的疑问 领导人 但是没有 他把我们做模糊政策 把我们进行语言 跟血统的消灭 让我们都迷迷夫妇 都跟他们做回去 我们照顾我们的选自己 没有事情 我们没有 他没有把我们交 我们跟他们 去沿沿做回去选 所以没怪 阿平也都是 他也没想到 他会选到总统 后来他选上总统的时候 连前都跟他说 他窃果 窃果 那时候我很想起 我说为什么是窃果 我说我贏你一票就贏 是什么是窃果 后来 我听 听秘书长 公价的杜利 我了解了 因为照顾他要成立平民 我们没有自己去参加 他总统的选去 我们无台无仅 与南南最后去选 所以当我们选 因为我们选不住 所以他就不辞 大名有账 所以想不到我们选掉 选掉他说我们窃果 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你要知道 他说我们窃果 可以证明一件事 证明什么 国民党的鼓掌人员 我们统统了解 对国际法律非常了解 他才会说阿扁是窃果 他如果没有了解 他怎会知道阿扁是窃果 只把我们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不了解 不知道而已 因为他将来不在帮我们 但是他们国民党的格战 一定非常清澈 甚至现在马英九 他也知道 他也该走了 美国军事政府 要来检查台湾后 他一定要回去 一定要回去 他从哪里来 就要回去哪个地方 因为美国 委队给他带来 就要把他带回来 对不对 只要说是这样 所以你看 很多事情都是 我们台湾人自己 不清澈而已 再来我给大家报告 就说台湾民政府 它是中心在美国本土的 台湾美国军事政府 真正名称 应该是台湾群岛 美国军政府 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 对不起 我讲错 我们台湾民政府 真正名称 应该叫做台湾群岛 美国民政府 这就是美国军事政府 它是美国一个政府机构 它去军计 古今山和平条 又到23条的规定 也是以政府 政府者的占领 义务所设立的 咨询机构 所以一些软硬体设备 它本来就要 让美国国务部 去操拨 但是它都 担命负账 到现在都 都没有任何 给我们经济援助 所以 不是说 我们被 碰尾群去藏楼 但是我们 走得很辛苦 我们走这条路 走得很辛苦 到现在 所有的费用都是 我们所有的成员 的通信 借下来 你看 他在伊拉克的时候 他也是 伊拉克成立一个 平民政府 但是 他就 让他经济 他让他资 让他经济 让他去设立 一个伊拉克平民政府 他给他也是 很多的钱 但是为什么 他对我们真的 说 会吵的孩子 才会有奶吃 我们就是 都太乖 都没差 所以 金本都 放点点 这也是我们一定 要清楚 我觉得 有时候可能 我们可能 是我们事情 也不够 还是什么 我现在不知道 可能有时候 我们跟 秘书长 要跟他们争取 当然也要 亦呼吁 也要比照 伊拉克模式 因为我们还要做 干部训练 干部训练 我们一定 也要给很多钱 我们希望美国 他已经打官司 打输了 你要照他们的法院 给他们的要求 来帮助 帮助我们 这也是一家在呼吁的 一项 很重要的事 再来 曾根主席 在发表会里面 有一个 重要的演讲 他有说 日清 官协议 日本拥有 台湾 鸟土的资金 日本政府 跟 有 隔壁 台湾 各的 官学 台湾 建计 日本政府 放到 台湾 各的 官学 可是日本天皇 并没有 要求放到台湾 沿途 拥土的资金 所以 日本天皇 对台湾 拥土的资金 是不变的 古今 双和平条约 也寫得很清楚 直接 要跟大家 简单的 介绍 就是说 马关条约 就是清朝 到 1895年 清朝 到 日本 打仗 才有战争 结果清朝 派书 签订 马关条约 刚开始 马关条约 里面 寫 清朝 要买 奉天 台湾 购书 台日本 台湾 但是 那个时候 苏联 跟德国 提出抗议 他说 军纪 万国公反 辽东 半岛 就是奉天 就是现在的奉天 是在清朝的国土 你不能购书 但是因为 台湾 是扩子地 所以 他们没有办法管 就是因为 这个原因 所以 日本天皇 就讲 辽东 半岛 奉天 清朝 清朝 当然清朝 他也放很多 黄金 给他补偿 因为台湾 是怎么可以割让 因为 他是扩子地 不是国土 我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说 后来呢 后来在1945年 就是第二世界大前的末期 日本天皇 他有发一个诏书 4月1号 他有发表一个诏书 那个诏书的内容 他有说 要从台湾 变入 以神圣不可分割的法定领土 就是说 台湾变成他们 日本国土 日本南部国土的延伸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 我们在万国公法的教育 我们变成 日本天皇就受到 日本天皇 他跟他的政府 他受到天父不可移转 的主权义务所拘束 就把台湾变成 台湾就变成 日本的国土 虽然说 在1945年 八月十五 日本天皇 有宣布他要投降 然后9月2号 他是日本正式 向盟军投降 虽然只有四个月 但是 在四国中间 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跳出来抗议 所以 日本天皇 正式把台湾纳入 他的本 他的国土 这是 这是不可磨灭的 一个历史的事实 所以日本天皇 对台湾变成的主权 资金都没有变 资金收拾 合选条件 也证据得很清楚 另外 二千空四年 的时候 这顿不要跳掉 这顿郑君主席有说 美国总统应该要依照国际法 应该让台湾人 像当年流球的人民同样 领有人名的履行证件 让台湾国际地位 可以尽上法 你忘记台湾的中国人 他的配偶以及他的减孙 他中华民国国际法 和世界人民的选严 第15条 他内面有说 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国籍 这个团理 所以他中华民国 蒋介石集团所带来 60万台军和他的配偶子女 他只能选择中华民国国籍 这个团理 但是对于本土台湾人来说 因为我们中国人 比较在1946年 四加月十二 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 这是我们台湾人一个很无奈 不得他的选择 因为中国人是台湾人的 占占卜 已经没有国籍的本土台湾人 是比占卜卜 法理想本土台湾人无可妥协 也没有办法 也没有第二个选择 中国人和本土台湾人的国籍情况 是不能分为一谈的 直接给大家解释就是说 当时马关条约的时候 日本有给我们台湾人两年选择 就是说你要留在台湾 依照国际战争法 说你要留在台湾 做日本台湾人 还是要回去清国 当时在台湾有四千多个人 选择要回去清国清朝的时候 但是蒋介石集团来检查台湾的时候 他在1945年10月25号进来 正式进来台湾 他没有让台湾人两年的选择 都没有 我们的阿公阿嬷是日本人 老婆老母也是日本人 是哪到我的时候 我变中华民国的人 他没有让我们的阿公阿嬷 两年的选择 他就在用法 他就用军事的命令 就台湾人终于变成中华民国国籍 所以这是我们以前的阿公阿嬷 他也没有国际法 那时候也是 大家都想说已经被打败仗了 没有去打败仗 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都没有去争取 这也是目前 我们可以打赦 我们这次可以打官司打赢的原因 因为他没有让我们两年的选择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告诉他 我那时候 你没有让我的主 就是我的阿公阿嬷 那时候的选择 所以我要求 我现在要做选择 这样子 我后面有一个五点的声明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本土台湾人所要求的是 台湾人的旅行证件不是中华民国的保障 这是琉球 他发给他们琉球人民的旅行证件 直接要大家报告就是说 台湾国际地位的阐述 在1952年 四月二八 古金山和平条約的规定 美国主要的 赞领宽国 因为他是主要占领全国 但是他由次要占领全国 中国的自民政权来代理管理台湾 台湾是大日本帝国 就是天空 我讲大日本帝国以下的残余领土 这里我们有五点声明 第一点 第二点 要求较遵循国政法 第二点 美国和中国的政治中的台湾 有不一样的地方 我等一下给大家报告 再来第三点 美国法院已经判定 台湾人没有国借 台湾人没有 本土台湾人 好像怎么断掉了 美国法院已经判定 等一下给他介绍 再来第四点就是 本土台湾人没有台湾供奖 只有被迫使用中华美国供奖 第五点就是日本流球烈岛的模式 第一点我先给大家报告第一点 台湾民政府 他是代表本土台湾人 在2011年11月判断 那时候美国欧巴马总统在印度的 尼西亚巴尼岛的地方既成的东门首脑会议 再来第二就是说2011年10月30日 国务卿柯林顿施拉雷 他在元南基兴的东亚高峰会议 再来第二第三就是说2012年9月26日 日本首相野田佳燕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 他三位领导世界的政治人物都有说 南海跟东海的问题要遵循国际法来和平解决 也要求中国要遵循国政法 不用用历史的因素 因为中国人他都说历史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日本跟美国他说 这完全跟历史没有关系 因为日本在1945年4月1号 他就宣布台湾是他的国土了 所以台湾不再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了 再来第二点 第二点的声明就是说 美国跟中国人质中的台湾 有点不一樣 秘书长来了 那我 我赶快 我赶快讲这些 美国以一个中国三个公报 台湾关系法 华美共同防卫协议来认知台湾 但是美国他很 也是很感职 他记得都没有用旧青山和平条约 他都用三个公报 台湾关系法 没法共同华与条约来讲 但是他都没有用旧青山和平条约 但是旧青山和平条约 资金有效吗 有效的 因为我们去改修 最高法院 让我们的律师很明确的讲 旧青山和平条约 至今还是有效的 再来中国 一个中国 一个历史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来定义台湾 这两个国家 都不是国序法来认知台湾的 台湾民政府来提醒说 存在的没有改变就是这个国际法力 这里面所讲的不是只有台湾跟平条约 包括北方四岛 包括那个钓鱼台 日本当时 他的国土皇室 有在割让出去的 这资金对日本天皇都是没改变的 但是只要 他最重要是要如何 他要修改他的宪法 因为 麦克阿索 他把日本设立一个日本平民政府 在逐大时间里面就修改日本的宪法 变成现在小日本的宪法 小日本宪法 管辖区 就是北海道 九州 四国 本州 四个都减 周边的一些小岛 安倍晋三 他很聪明 当选了总理 当选日本首相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要修改宪法 只要他修改宪法成功 他 就日本天皇就有权利去把其他的土地要回来了 这是大家都应该都很清楚的事情 但是他要修改宪法 因为目前 他有左派跟右派 所以他走这条路走得很辛苦 再来就是美国法院的判定 第三个美国法院的判定 他说六十四年来 本好台湾人 本好台湾人 无国籍 台湾人没有国际社会所信任的政府 人民资金要够生活在政典的政党中 信任台湾仍然是 美国的军事占领党 要求美国行政团要主动协助援国的訴求 直接就是说美国行政大会要帮助我们怎样走政治这一条路 所以他我们才会有开始2008年2月2号成立台湾平民政府 一直一直走一直走到现在这样子 在2009年8月1号成立美国的美国国务院代表美国政府 美国国务院代表美国政府宣布放弃抗辩权 放弃抗辩权 标示原告在关心对美国政府 所有的告诉法理建制的全属正确 再来 本土台湾人没有台湾佛教 只有被迫使用中华民国护照 因为在2012年10月 我时间到了吗 还是 好可以了 好 那我们请秘书长 因为他有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给大家报告 好谢谢